大家好 欢迎收看台湾名人堂 我是林一如 台湾名人堂要告诉您 有故事的人 有意义的事 我们常常打开电视的时候都会感叹 在台湾我们常常看到大陆剧 常看到韩剧 但是我们台湾优质的好戏到底在哪呢 其实都需要你我更多的支持 最近我觉得台湾的观众朋友应该是蛮幸运的 一连发布非常优质的台剧 要来跟大家见面了 我们称它是一场非常棒的温柔革命 而这幕后的推手呢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首先来介绍的是非常知名 大家也很熟悉的导演王小弟老师 老师好 你好 您好 好 另外一位呢 是在这次负责直剧场这个行销部分的 好风光的执行长 杨思雅执行长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谢谢 易如您好 谢谢 好 我们刚刚有讲到说 这个一连八部非常精彩的 这个台湾MIT的优质戏剧 将在未来一年当中的时间来跟大家见面 那么这个观众朋友真的是非常幸运 在台视频道这个就是礼拜五的晚上 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非常棒的戏 我们看一下这个后面的看板 写直剧场嘛 对不对 那这个直画了一棵树 我想这个很有意境 首先是不是请这个小弟老师 来帮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直剧场的这个直啊 是怎么想出来的 它的背后有什么样的意义 好的 最主要简单的说吧 就是觉得这个会是一个 大家的创造力的 有成长的一个原地 就是我们有做 大家已经知道 大概我们有做这个 演员的培训 那其实 演员只是走在最前端 那其实在这个后面 我们从编剧 从导演 其实里面有非常多的 那个 就是资深的 跟这个比较开始起步的 一起合作这样 就是一个 大家可以 希望大家可以 那个 都绽放出自己的美丽的 一个原地 我们讲到直啊 就是种嘛 对不对 不管你要种一个树啊 花 你总是需要时间去耕耘 去栽培 最后他才能够 开花结果 然后让大家来欣赏 那我想就是 在台湾的戏剧 在台湾有很多的讨论 在过去大家的讨论就是 为什么台湾的戏剧 没有办法像日剧或韩剧 这样子走出 我们自己的国家 然后我们行销到全世界 所以其实这次直剧场 不只是要拍出 优质的内容 在行销上面 有更多的一个创意跟突破 那接下来就要来 请问一下执行长了 这次在行销上面 是不是有一些跟以前 传统的台剧不一样的做法 我们培养了24位新人 这演员大家都知道 但除了这些演员之外 我们还有很多年轻的编剧 和导演 这一些都是非常年轻的 刚刚出道的还有没出道的 那这些都是我们扶植的对象 所以在我们执行 我们的行销理念的时候 我们就会利用这个 24位新的演员 我们的导演 我们的编辑 一起来帮我们创造这个 有趣的方式和吸引人的内容 那现在这个有趣的方式和吸引人的内容 我想再多讲一点 一般当然这个直剧场推出来 我们当然一定是会有记者会的 我们一定会有座谈 网上的座谈 我们一定会有粉丝页 这个是一定要做的 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 有趣的方式 以及吸引人的内容 第一个 我们拍了104部网络影片 网络影片 一年有52个星期 104部就是每个星期 网上会有两部 那么我们的直剧场 也是每周播一集 所以你每看一集直剧场 你就可以在网络上看到 两集的网络影片 让你在网上继续回味 而这104部网络影片 就是由我们的24位演员 以及4位星期的编辑 4位星期的老爷 完全是由他们创作的 所以这些短片 跟就是说在电视上看到的 它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它可能是延续 我们直剧场里面的内容 也许一个议题拿出来 哭手一下 也有可能是谈演员的故事 那么如果 这个预知分享 大家到时候一定要上网去看 第二个吸引人的内容 我们根据这八个直剧场 我们做了八部漫画 漫画 它还跨界到漫画去跟漫画集 八个漫画集 而这个漫画集 不只是把直剧场的影片 漫画画 不是这样的 我们是把直剧场里面 这个八部剧的内容 拿出来继续发酵 所以喜欢漫画的朋友 他看完了这个直剧场 还可以到漫画集里面 去继续回味 所以我们可以讲说 这是一个跨界的行销策略 不过刚刚执行长有提到 很有趣的是 这次有24位 新演员 对不对 其实我稍微看了一下 我们可以讲说 这个团队真的很梦幻 真的是有非常资深 而且是金光闪闪 金自备 就是拿过什么金马奖 金钟奖等等的 我稍微提一下名字 包括像小弟老师 蔡明亮导演 陈玉勋 徐友宁 许杰辉 安哲义 王明台 许甫军等 这都是台湾的一时之旋 对不对 那另外我们提到有新手 所以接下来我要来请问一下 小弟老师 就是这个这么资深的编导 或者是资深的演员 像是杨承宁 杨承宁 或者是像是蓝正龙 他们要带这些新手 或者是说比较资深的编导 要去带比较年轻的编导 这个时候 你们有没有一些这个 带新人的一些想法跟技巧 其实应该是没有什么技巧 只是说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 对 就是只要你有新 因为每个人都做过新人 就是你在 不管是做演员 所以我觉得 我自己蛮感动的 就是说这几位 他们就是会有本着这个 这个自己刚做新人的时候的很多感触 那他们就很善意的跟这个新人相处 像杨承宁我就觉得他 一方面是他们几位这次的演出像武康仁 我看到我也是刮目相看这样 怎么说 没有就是他 他就是对 我没有想到他演喜剧 因为喜剧其实有时候 有一些基本功要更好 对 然后像杨承宁也是 就是真的是演得非常好 而且我这次相处 发现他真的是绝顶聪明 那可是这么聪明的小孩 你却看到他在我们拍的时候 我每天每天 我们常常工作到深夜 像有的时候有一场戏 他们两个骑摩托车 天蛮冷的 然后因为陈琳旁边有人照顾 就是会有拿夹克给他 但我们的新人这个男生 他就穿了短袖 就骑到一段的时候 我就听到那个陈琳说 你把我的夹克给他穿好了 就是那包括就是我 一直看到陈琳在跟他聊天 跟他讲话 甚至有一场戏 我拍的时候我想说 糟糕了又不联系了 因为那个我们的男主角 应该要做一个动作 他还没做 我想说不联系了 结果没有想到 我完全没有想到 因为正在演出当中 其实陈琳有在观察 所以陈琳一直到 他做了某一个插腰的动作 陈琳才接下去 做那个联系的动作 就是非常非常的细心 非常的细心 那我听说 那个跟蓝正龙一起演出的 年轻演员也是说 哇 很佩服 他每次到现场 因为蓝正龙演的是一个学务主任 到现场 他就变成那个学务主任 那我觉得这些都是 很棒很棒的一些 就是我说 如果你说直剧场是 除了一个梦想希望以外 我觉得有很多事情 都是时时刻刻在发生的 就是只要你有一个善意 你有一个善念 然后愿意跟人家互动分享 我觉得就是真的很棒 我记得在记者会的时候 杨诚琳他也有讲 说就是要带新演员 其实非常的辛苦 对其实 但是我们刚刚听 小迪老师跟我们分享的故事 可以看到这些 金钟影后影帝的风范 可以这样讲吗 就是说他们自己这么成功 这么有名望 但是他们愿意来带这些新演员 对 我可不可以补充一点 就是我那天我也大笑 陈琳说很辛苦我也大笑 但是我后来看到他去后台以后讲的 我觉得更棒了 我觉得应该仔细一点讲 他说他所谓的辛苦 不只是说工作上好像这辛苦 其实我相信那要很多衡量 比如说我讲太多你会不会有压力 如果我是资深你是 我讲太多你会不会有压力 因为我也是演员 那万一我讲的跟导演不一样 然后我应该跟你很友善吗 等一下这场我们要吵架 我应该是跟你很好呢 我觉得他后来讲的辛苦非常清楚 就是他整个其实要在那个环境里面 怎么互动不只是说我们表面的想是说 你之前所以你一支NG 所以我就辛苦 他讲的不是这个 就是他讲的是比较全面的 就是从一开始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最后一天我们的男主角 就是陈琳杀青的那天 我们男主角刚好演一场大哭的戏 他真的大哭 我真的各位你可以期待那场戏 真的把我也吓到 他真的大哭 就是我想陈琳 对陈琳这些日子给他的感动 对 发自内心的 真的听起来就是非常的精彩 尤其刚刚听到小叶老师分享说 我们这些金钟地后级的演员 怎么样去跟新演员互动 那接下来想跟执行长聊一聊 就是说这次当然就是说在这个行销上面 我们也很希望说新的演员有更多亮相的机会 我们常常在讲说台湾影视产业一个很让大家担心的地方 是我们的演员或者是编剧或者是导演出现了人才上面的断层 但这个部分就您自己在行商上面的观察 您会觉得这也是一个挑战吗 我不觉得是一个挑战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必须要经常谈的一件议题 是 因为真正很想从事这个行业 很热爱表演 热爱创作的年轻人实在很多 那他们需要的是有一个正确的指引 他们需要的是被好好的经济 他们需要是有一个很棒的地方让他们能够学习 他们需要是有前辈带他 那事实上也是有很多很愿意做的前辈 像我们的金钟影帝影后 所以如果这个议题只有好风光谈 只有直剧场谈是不够的 希望大家都谈 如果我们都来谈这件事情 大家都能够提供这个机会 帮助我们的年轻人 那么把他们培养起来以后 自然就不会有这个演员慌了 我觉得今天不是要担心我们的演员去哪里 而是要担心我们自己 有没有源源不断的机会 给想从事演艺行业的年轻人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好风光 很努力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是 那小丽老师您自己的观察 您会觉得台湾现在的演员 或者是编剧出现很严重的断层了吗 是没有 没有 对其实 老师还是很乐观 没有不是我这样讲 就是其实 我常常听到有朋友跟我讲说台湾的编剧怎么样 或者是演员 其实在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你一直会看到其实好棒 台湾其实就有很多很棒的演员编剧导演等等 只是说当这个大环境一直在恶化的时候 所以大家没有可以表现的机会 因为像现在大家都喜欢说我们市场小 我想讲一点就是你知道蔡明亮导演说她小时候在马来西亚 她说她以为全部台湾岛就是做住着电影明星 因为那个时候台湾很红 没有错 没有错 就是大家都现在都喜欢说台湾市场小 其实没有啊 以前东南亚差不多都是看台湾的电影 你知道那香港的少事当然 然后我记得我还赶上一点点尾巴 就台那个国片很兴盛的时候 我刚回国的时候有一个影后 他自己个人那一年就演了一百多部电影 他自己个人就参加了一百多部电影的演出 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就没有人再讲台湾市场小 对不对 那可是环境一直恶化以后 越来越不敢 就是好像我们市场小吗 就有一些限制或有一些呢 然后越不敢投资 然后投资就会一直照着成功过的去做就好了 所以我们就比如说有一段时间会有各种爱你 对不对 这个戏就一直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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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为如果不爱你的话 可能会不卖钱 又输钱了 对对对对 所以就越来越越来越来越 所以编剧们演员们就没有机会发挥 那我们现在所做的其实也就是说 OK我们第一个其实就检讨 那因为这个怪现象的关系 所以变成很多小朋友走在路上 长得漂亮或帅就被找来演戏 那刚好我们也只有一些偶像剧 那么就不难跟他生活很接近 他也就红了 红了完了过两年人家又看到街上还有另外更漂亮 更帅的 对 然后他整个人生就有点失重了 你知道吗 所以但是他又没有受到很好的训练 所以我们其实第一步就是检讨 觉得说我们可不可以 我们因为这边有剧场的老师 我们这边是有西方剧场跟传统剧场的老师 一起来上课 那导演们也会跟他们互动 就希望说这件事情 我们可不可以慢一点 做扎实一点 我们可不可以让这个以后的环境 是越来越多元的 就是大家实力好一点 就可以演不一样的角色 那编剧也是一样 这次真的非常过瘾 我们几位几个编剧组 就很少聚在一起 聚在一起这样 大家直接互相看互相的 然后讨论建议这样子 所以就是说大家聚在一起 然后就是以这个经验的传承 希望能够让这些新秀 能够被扶植成长茁壮 其实讲到说这个明星的培养 我们看国外的例子 像是韩国 大家就很喜欢谈韩国的例子 就是说他们的这个明星养成班 是非常的严格 然后每天像之前这个周子瑜事件 他就想 原来他们每天要这样子 从早上七点钟排课 一直上到晚上 然后难怪他们这个明星的培养 是这么的有制度 有计划的 像这样子的模式 台湾适合去参考吗 还是说小丽老师你有不同的想法 你觉得台湾应该要怎么样去培养明星 我们这边不太有这样的想法 对 因为其实演戏应该是快乐的 快乐 这个很重要 我们其实对这些新人 我们最大期望就是将来 他们真的如果选择工作 会一直一直进步 然后是快乐的 就是我们如果已经把这个戏做到 狭窄到只有几 某一些样子 可以大家喜欢说重 可以重就是男的帅女的 其实不是这样啊 你就想一下大家都喜欢看功夫 功夫那里面那几个大婶啊 大娘啊 漂亮吗 帅吗 是有个性嘛 对 就是其实人生中也不会只有一些样板 对不对 所以戏剧也应该是反映人生 所以我们有注意到他一些潜力 但是我们并没有希望说 我们来打造一个不客气的讲 可以赚钱的 明星保证班啊或什么 没错 我们不是在做这个事情 我们是分享表演 表演课 我们这边也不教你怎么表演 我们表演是我们是不停的上课 表演课有好多好多的面向 我们一直一起上课一起上课 我们没有再教你怎么表演 那在新秀的这个临选上面 是他们有兴趣就可以来加入直剧场吗 还是说有一些这个停选的标准 有 我们有考试了 有考试的啊 要考些什么 我们当时是有导演 有资深的表演老师等等 还有编剧我们一起 然后我们那时候没有什么力量 就脸书告知一下 就还蛮多年轻人来考的 对 就是我们专业班是有考试的 有考试的 所以就是听小丽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个过程 当然也是希望说新秀们在参与演出啊 不管是这个目前幕后的工作 快乐很重要 但是就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培养 我们台湾的人才 那接下来想继续来请问一下执行长了 因为刚刚小丽老师有跟我们分享 蔡明朗导演的回忆哦 说哇 以前她住在马来西亚的时候 以为说台湾这个岛上就只住着电影明星 对不对 那现在啊 我们看到说 好像情况已经有点不一样了 这个录剧啊 或者是很多人称华剧哦 开始呢 在这个来岸三地花语世界 开始这个爆红很多很多受欢迎的这个戏剧出来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台湾演员都过去了 那还有我们看到像韩剧 日剧 也都在行销亚洲 所以现在啊 就是就这个直剧场 这次的八个台剧 在行销上面我们有没有 例如说要怎么样走出台湾 在市场的开拓上面 有没有一些什么想法 绝对是有的 我想在我们走出去之前 首先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这个直剧场呢 我们一定要跨出实体电视的这个范畴 所以我们直剧场 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播出的时候呢 除了在台湿 很棒啊 我们首播在台湿 那么同时呢 我们也会在网路上播出 那我刚刚提到104部网路电影 也是希望能够把实体 实体电视的观众和网路 从来不看电视的 网路的年轻人能够结合在一起 我觉得我们先吃大象嘛 是要一口一口的吃的 吞大象一口一口吞 我们先在台湾把事情 把工作做得很扎实 培养非常好的演员 有非常棒的故事 自然我们就再往拓展 这个海外市场的道路上走了 那当然话说回来 我们直剧场这个海外 听说我们有这个直剧场呢 兴趣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这个行销因为都还在进行当中 我就暂时卖一个关子 但是我可以说就是说 这个来跟我们要求播出的这个国家 国家很多 是蛮多的 对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兴奋 好故事嘛 是人人都有兴趣的 当然当然 我们其实有分四个类型 就是爱情成长 然后惊悚推理 灵异鬼片 跟原著改变 那推理跟鬼片 就是里面最难的了 我觉得应该大家都有兴趣了 用了很大工夫 从编剧开始 整个编剧会开了一年 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 我们刚听小丽老师讲到说 这个有一阵子啊 就是台湾的这个 可能爱情题材的这个戏剧 都拍到一个瓶颈 好像都有同一个模式 然后都是什么爱你爱你 好像不敢走这个模式 就怕会输 就不敢去有一些 新的创意跟想法 那这次直剧场呢 这个其中我们四大类型 有一个叫爱情成长 这个爱情跟以前的爱情 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先从这个 恋爱沙尘暴开始谈起 我可不可以先讲一下 你刚刚讲的时候 我想到说 这两天有一个新闻 就是这个奥运的女将跌倒 那个比赛的时候 但是那个 他愿意去把另外一位 跌倒的人扶起来 他最后就是说 我如果继续跑的话 差别就是十几秒 那这个十几秒 究竟它的意义是什么 那我们台湾也是一样 就一直说自己市场小 然后就是拼命的追求说 收视率零点几 零点零几 那这个零点几 零点零几又是什么 这个胜利到底 这个输赢到底代表什么 它有使我们胆怯吗 使我们忘记一些 更重要的事情吗 那我们这个爱情成长呢 从沙尘暴 爱情恋爱沙尘暴开始说 恋爱沙尘暴呢 编剧是温玉芳跟张可欣 这一对呢 就是多次的金钟得奖 那温玉芳大家记得的话 之前就是这个 含苞欲醉的每一天 就是说这个 试婚但是未婚的女子 会遇到的很多处境 就是又好笑又荒谬 又心酸 就是写得非常好 那他这一次呢 他们就是合作呢 就是写家庭里面 就是家庭里面 其实我们都觉得 爸爸应该怎么样 妈妈应该怎么样 对不对 但是爸爸妈妈 难道不需要温暖 不需要感动他的片刻 不需要爱情吗 但是他们好像因为 因为这个身份 已经没有了这个 好像很怪 爸爸还需要妈妈那个吗 就是像那个阿辉以前 我想出来 就是他就说 他说妈妈说 你爸很烦 还跟我玩家 说怎么样 说早上睡的时候 说我这边 没想到这边 就爸爸就不高兴了 就是我的意思 我们听很好笑 但是这是人之常情 其实不管你到什么年纪 如果你青春的时候喜欢恋爱 其实你长 年纪大一点也是一样 还是喜欢恋爱的感觉 所以恋爱沙尘暴就是说 一个家庭里面 从最小的这个高中生 正经历这个荷尔蒙旺盛的事情 青春期 那从他到这个姐姐 到哥哥 到爸爸妈妈 全家人都遇到了 这个 爱情的风暴 对 这个处境 所以也不是说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恋爱是一个永远的题材 对 永远的题材 那只是这一次呢 就是会稍微不一样吧 就是你会看到爸爸妈妈 每个人都怪怪的 对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的是 以前我们都在这个 比较传统一点的主流的想法里面 这个谈恋爱是年轻人的事情 每次都是年轻人去谈恋爱 如果碰到了什么困难 是爸爸妈妈反对 或者是爸爸妈妈有什么意见 爸爸妈妈在电视剧里 永远是非常权威的形象 没想到这次在恋爱沙尘报里面 是爸爸妈妈先出问题了 对 他们的生活突然变得有点乱了 或者是爸爸喜欢上了一个年轻的女孩 妈妈又怎么样 对 所以这个是很颠覆的 很颠覆的一个想法 那另外啊 就是我想要继续来谈的是 其实还包括不同的类型 像是还有推理是不是 对 这个推理我知道最近几年非常红 例如像是这个英国的VBC 他这个福尔摩斯 他怎么拍都有收视率 你看福尔摩斯这个故事 已经那么久了 甚至像美国的CBS 他也弄了一个 也是把福尔摩斯的故事 拿到纽约去改编 这种推理的东西 其实大家都喜欢看 但是在台湾 过去好像这个 比较不是主流的 那这次也把它纳入直剧场的一部分 是 那我整个介绍一下好了 就是直剧场呢 其实它时间非常长 播出的时间非常长 对 所以我们真的也是觉得 台湿很支持很棒 然后我们其实有分四个类型 就是爱情成长 浪漫爱情成长 然后惊悚推理 然后灵异鬼片 跟原著改编 对 就是四个不同的类型 但每一个类型 我们都有两部戏 像浪漫爱情成长的 除了《恋爱沙尘暴》 第二部是这个徐玉婷 徐书怡就写 我可能不会爱你的编剧 对 编剧它写的图迷 就是杨澄霖主演的这一部 所以我们每一个类型 都有两部 然后两部呢 应该是都很不一样 就是希望大家 在看类型的时候 也会感觉到 多元的这个趣味 那推理跟鬼片 就是里面最难的了 对 以前很少看到 因为这个事情 为什么非做不可 因为就是 它就是说故事的 不同的方法 可是我们的环境 已经差到 我们连换一个方法 说故事的机会都没有了 它不是你想说就会说的 就是说 我今天讲的 我就会讲 不是 你也要尝试 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工作 包括音乐 包括景 包括服装 包括编剧 包括每一个 都是要一起练习 我们是一个团队练习 不是只有一个人的创意而已 所以这个一定要是 然后鬼片也是 怎么有预算去做鬼片 特效要多少钱 怎么拍 怎么那个 所以 但是我们就觉得说 像我好了 我可能做不好吧 我可能就算我想做 说不定我拍出来 大家说也不恐怖 没关系 各位 我旁边的副导 非常年轻 他将来可能就会拍出 更好的鬼片 OK 就是我们就是一个团队的尝试 我们现在就已经在开始 不断地试那个妆 怎么鬼要怎么样等等 等等 那然后最后的这个原著改编 也非常有意思 就是这个有傅培美 傅培美女士 对 傅培美女士的这个故事 我们特别有征求家属 对 然后也是知名的 那个棒的演员参加 然后另外一个 我特别介绍一下 叫花甲男孩 这个作者 对 叫杨复明 非常年轻的作家 也是老师们推荐给我们的 那他是就是 大概黄春明之后 我看过 真的最活泼的这种 台湾偏乡的这个 文学 对 非常非常活泼 非常有意思 那这个是 我可能不会爱你的 曲友宁导演指导 对 所以就是 就是我们分这些类型 就觉得 就觉得 我们可以的 可以 我们一定可以做到 不过我觉得很好奇的是 我们刚刚有谈到 这个推理的部分 另外就是鬼片 鬼片我觉得 当我看到这四大类型以后 我看到鬼片 眼睛一亮 就想说 哇 台湾拍鬼片 而且是在 这个我们的主流时段 播鬼片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尝试 像以前我们知道的 这个在电影上面有看过 像《红衣小女孩》等等 但是 就是 有没有去做过一些市场分析 或者是说 觉得我们的观众朋友 到底能不能接受鬼片 我觉得应该大家都有兴趣 大家都有兴趣 对 那我们就是 就是用了很大功夫 从编剧开始 从编剧之前 整个编剧会开了一年 一年啊 对 就是想说要怎么样把鬼片拍得好看吗 是 没有就是 起码就是这个是一个所有的基底 对 所以这个 我稍微透露一下好不好 剧透一下 其中一个鬼片是 《鸡木之家》吗 我觉得那个故事的开场看起来好可怕 对 诗意难演的 他演的 OK 就是一个 一个女孩 她就是怀孕八个月 对不对 有一次在这个坐公车 还是捷运的时候 因为推挤 不小心流产 后来又再怀上了孩子 然后 可能跟家里 这个大嫂有点心结啊 等等的 出现了很多这个 灵异的事情 然后又很悬疑 剧本有后来有继续在改 有继续在改 是不是 我没有剧透太多 对 但是光是这个故事听起来就非常的吸引 是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值得期待 我们叫24个新的演员 是 那么 由他们的这个心路历程 改编成这样的一个漫画 我这两天才收到很多喜欢看漫画的 小年轻人的回应 他们觉得里面的角色画得非常原创 有台湾味道 请教一下执行长 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行销的部分 您刚刚有稍微提到漫画 对不对 漫画的这个部分 是不是可以再跟我们多讲一点 就是说我们当然刚刚听了这四大类型的剧 都很精彩 那在漫画上面要怎么样去延续相关的话题 然后继续的让它保持热度 OK 刚刚我说有八部漫画配合这八个剧 那绝对不是这个直剧场漫画画 它还是一个衍生的故事 那么在这个同时我们还有第九部漫画 这个第九部漫画 我们叫它魔幻时光 英文叫做The Actor 就是演员 那它的故事呢 它其实这个故事其实是又真又假的 因为它是这个是我们的编剧 叫做科艳星 科艳星编剧访问了24个 我们叫24个新的演员 是 那么由他们的这个心路历程 从他们自己个人的故事 来改编成一个这个 改编成这样的一个漫画 是 而这个漫画的背景呢 就是我们好风光的表演教室 所以我说它是又真又假 那么更棒的就是这个不一等了 这个现在已经在网上就可以看到 那大家只要到漫画直剧场的粉丝页 五个字 漫画直剧场的粉丝页 那上面一点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免费的看到这个漫画 现在才播出了第一回 那到粉丝页看一看 就会发现很多粉丝已经很不耐烦了 想要什么时候才出 对 那么就是讲这个年轻的 向往演艺事业的这些人 他们所走的道路非常有趣 所以这些漫画 会不会搭配这八部戏剧推出的时间表 这八部漫画呢 有的会在同步出 那么有的会滞后一点点 就让追剧的人呢 不要等太久就可以看到漫画 那第九部呢 第九部是最先出来 第九部先出 然后才来出这接下来的八部 对 所以它是倒过来的 对 因为这个第九部呢 它其实 它的故事其实是跟直剧场不一样 但是它讲着二十四维猩猩的 等于说这二十四维猩猩的 这个心路历程 是 所以是这样子 这个我察觉一点 是 没问题 我这两天才收到很多 喜欢看漫画的年轻人的回应 就是他们觉得 分镜是很日本漫画 所以很亲切 很容易阅读 但他们觉得里面的角色画得非常原创 有台湾味道 然后呢 我也从他们看到了很多 台湾漫画家的一些处境 可能跟我们的状况是差不多的 就是要原创 要自由 要留在台湾 但是它的工作机会 或发挥的机会就不多 所以这一次我有感觉到这个漫画 这一位作者的功力蛮深厚的 我相信你打开第一页就看到它的配色 非常有质感 然后你会看到男女主角梅雨之间的那个 那个眼睛就不熟气 我没有常看漫画 我就觉得不错 插嘴一下 我觉得年轻人看漫画的年轻人 已经很欣赏了 看漫画的年轻人 绝对知道这位漫画家 他叫做HOM 是在这个漫画界 是非常有名的一位星星 我觉得这也很符合我们好风光的理念 就是我们希望 我们能够提供平台 让各式各样的艺术都能够 年轻人都能够在上面 有表现的机会 是是是 好 那我们接下来想要请 我继续请问一下这个小弟导演 就是我们讲说在最后一个是这个原创剧 原创的改编 对不对 那这个其中一个我们稍微 刚刚谈到一下 就是傅培美女士的故事 我很好奇 就是你们在选的时候 应该有很多的题材可以选择 但是为什么在人物上面 会特别想要选傅培美女士 这是这两位编剧 也是温玉芳跟张可欣 他们自己选的 我们当时说原著改编 然后他们就自己想了很多 然后选了这个傅培美 那然后我们 当我们终于底定 然后放在一起看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棒 因为大家都知道傅培美老师 他是那时候也是大概 38年左右来台湾 然后他是东北人 那他的所有的经历跟处境 还有那个年代要做菜 为什么会做菜 做菜的那一点点 那个好的口味 品味是怎么样寻找 怎么融入台湾的在地生活等等 所以他的内容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但以族群来说 他有兼容不一样的这个族群 然后他们两位是会设定有第三代的故事 就是加在里面 全存下去了 就是有新的发展 但是花甲就是非常 就是我说台湾的这个乡间的生活 包括信仰 包括这个 就是像我讲一点点那戏的开始 戏一开始就是花甲这个男孩子的阿嬷 要去庙里面跟妈祖说 我对你 我对你不去 因为小时候就把花甲应许说 要来服侍妈祖 但是他太会念书了 我相信是要让他出国去打掃了 不好意思 就是讲这个花甲 结果阿嬷就好像生病了 生重病了 花甲就要回来处理阿嬷的这个事情 但是会有意想不到的转变 就是非常的活泼 所以就是也是不落俗套 是 OK 也真的是很令人期待 从这个现在开始一年的时间 就是每个礼拜都可以期待 有这个很新的 不一样的一个感受的台剧 来跟大家见面 我特别提一下 对不起 就是我们的 惊悚的那个《天黑请闭眼》 里面是陈玉勋导演 大家都知道陈玉勋导演 《钟破赛》大家都记得 因为他从广告到这么多年练功 广告到他的电影 这是第一次处理惊悚 但是让大家更惊喜的是 有一个年轻的导演 叫柯真年导演 会跟陈玉勋导演一起拍这个 而且剧本主要是 柯真年导演主力 来最后完成 这个年轻的导演 我们好喜欢他 就觉得大家拭目以待 怎么说 就是整个的剧情 对啊 你看剧本就觉得 好棒 所以连小丽老师都说很棒 真的是 大家真的很值得期待 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的老干新秀 大家一起配合 相信就是有真的 会有很多不同的火花 其实属于台湾的 那想接下来 请问一下这个执行长 我们刚刚还提到一个 就是我们为了要鼓励这些新秀 是不是在网路上 还有一个票选活动 是我们每一个观众朋友 都可以来参与的 每一位观众朋友 都有机会来浇一点水 到直剧场来浇一点水 就是树嘛 要灌溉 对 这是直剧场的生意 那这24位新演员 他们会在八部剧里面 都会有非常平均的演出 那么大家在看的过程当中 哪一位是你最喜欢的 或者很希望再看到他的 你就给他浇一点水 那么每一个 浇水的方式是投票吗 是用在网路上投票 你就点一下 然后你就把它浇一点水 它就会慢慢成长 每个人只能投一票吧 这个网路有非常详细的 投票规则 那我相信一定有一些 粉丝拼命的想说 我总要能够交你大把水 那这个就看大家自己的创意 但是我们是有一个投票规则 来保持它的公平性 那么更令人兴奋的呢 是得票数最高的 一位 两位 三位 不知道 得票数最高的 我们就一定会让他 再让大家看见 我们这八位创始导演 就会一起来创作一部电影 让得票数最高的 这个我们的未来心 能够在这个电影里面演出 所以像我刚刚讲的 就是说我们提供这个平台 那帮助他们成长 这个平台是会一直提供下去 那么成长的机会 也一直会给他们 以及未来 未来更多的未来心 也就是说希望在这个 直剧场的这个培育的过程 我们一年之后 也可以看到未来的杨成林 对不对 他们可能就是从这边开始 从一个小树苗 长成了一棵大树 我提一点 大家要注意看 他们是轮流 会有演比较重要的角色 但是他们也常常客串 就在里面也许你要仔细看 那个护士也是他 走过去的那个也就是某一个 就是他们都要演不一样的角色 就有时候演比较主要 有时候也要客串这样 对 他们来说是个磨练 对不对 但是其实对我们观众朋友 来会觉得是个惊喜 对 像又看到他了 在那种的戏 所以就像找那个宝可梦一样 你在看那样找 我喜欢的在哪里 就开始跟对不对 就开始跟着他 搞不好一连八步 就这样子跟下去了 我们的前辈吃了好多苦 我们身边 我们每个家里面 都有好多故事 我们哪里会 没有故事可以讲 我们哪里应该 没有机会说自己的故事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 说自己的故事 那我们的节目也快要进入尾声了 那最后想要请两位 帮我们做个结论 我们来谈一个比较大的宏观的问题 就是其实我们一开始也讲了 就是很多人觉得 台剧现在的处境很艰困 我们又没有钱 那投资在哪里 那大家如果想要发展的话 好像很多人都觉得 我们应该去中国大陆发展 或去别的地方发展 台湾好像已经 已经这个市场好像比较萎缩了 比较做不起来了 但是 先请教一下小丁老师吧 你对未来的台湾的这个戏剧 应该还是很乐观吧 是 我觉得戏剧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 跟我们的人生的一个对应 不管是悲伤的时候的安慰 对于重大的议题 受伤 失恋 死亡等等 那当然欢乐的时候也是 就是人生很多的情绪 甚至幻想 甚至是现实的残酷等等 所以其实一个地方 有没有好的戏剧 基本上就是反映了 那个地方的心智吧 就是对于人生的欣赏 或对于人生的心得 或者可以分享的成熟的程度 所以 不会没有信心 他 第一个他不等于市场 第二个 就算他是能够在市场 很好或不好的时候 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我们应该 都可以快乐的 勇敢的 或者是自由的 应该珍惜这个讲故事的机会 我们像我们在这个 我们想跟大家说 这24个小孩是谁呢 我们自己有拍了一个简短的 台湾孩子演台湾故事 我们很希望把这个单元做下去 这单元我简单讲的就是说 我们规定新的 刚刚执行长说的 这些都是年轻的 编剧都在研究所 年轻的编剧团 我们规定说 一定要是新闻报导过 或文字记载过的事情 找一些小事情 你问执行长 那四个四组编剧导演 写得非常好 有从金马小姐 以前我们有金马快车 我们还没有空中小姐 我们有金马小姐 那时候 是社会上最美丽的女生 然后还有爱国奖券 大家都不知道爱国奖券 以前是用画的 画爱国奖券的故事 还有就是这个 看电视 我们小时候看电视 是要到别人家去看的 不是每个人家都有电视 对 蚊子一直打 然后也有台风 对 那边就没了 又没了 就是这个电视 然后最后一个是 最早的时候 在日剧时代 电影都是默片 所以会有辨识 就是把剧中人讲的话 在现场讲给你听 所以最后一个 拍那个时候的辨识 非常帅的辨识 跟这个戏院里的人互动 就是辨识 他一边讲这个剧情 一边可能还要讲说 卖兵的来了 大家还 就是这些小趣味 你问我 有没有希望 我半点都不会觉得 没有希望 你光看这些小孩子演 这些年轻人编剧导演 我觉得 只要我们愿意去努力 我们就是分享 我们的前辈 我们不管本省外省 客家 原住民 我们的前辈吃了好多苦 我们身边 我们每个家里面 都有好多故事 我们哪里会 没有故事可以讲 我们哪里应该 没有机会说自己的故事 真的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说自己的故事 我记得小丽老师之前就有讲过 就是台湾真的是大家努力 这么辛苦 到现在才有今天的成果 自由是非常可贵的 是 我们可以在这片土地上 有绝对的自由 说任何我们想说的故事 这是台湾最珍贵的一个价值观 是 所以真的听小丽老师来讲 就是台湾的孩子说台湾的故事 真的应该要多多地来支持 那想请这个执行长也 简短地来帮我们做个结论吧 好啊 刚刚听小丽老师讲的 热血沸腾 那我就分享一下自己个人的感受 我过去在商界工作 我也跟我的朋友分享说 我们在商界做决定的时候 哪一个project我要做还是不做 我首先就是看这个损益 它不见得会赚钱 但是我会知道 这个钱投下去以后 会让我下一个project赚钱 是用这个思路来 来做决定的 是 那加入了好风光之后 那时候我自己心里非常感动 也觉得我实在很幸运 我发现台湾有一群人 而且很大一群人 不只是影视界的 在文艺界 在其他的行业里面 都有这样的一群人 他们在做决定的时候 不是说看我这个钱投下去 下一个会不会拿回来 或者我这个会不会赚钱 他们的思路是 如果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没有人做 因为他不会赚钱 但是如果再不做的话 台湾有些好东西就不见了 所以我一定要想办法 去找资源来做 我觉得这件事情 非常 让我觉得非常感动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也是跟小小师 是有同感的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前途是 是非常非常棒的 那有一点就是我们 用积极很乐观的态度 去不停地做 不停地讲 就不会再担心市场大 市场小 真的 其实我今天访谈下来 我自己最大的感受 是我们常常在访问的时候 都问好多的人说 你对台湾的前途 乐不乐观 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觉得这个不是用想的 我们真的是跳下去做 台湾这会乐观 是 今天真的是非常的谢谢 两位来到我们的 节目现场 跟我们分享直剧场 最后我们要呼吁 我们观众朋友 多多支持台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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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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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